崇祯元年七月至十月 短短三个月里 陕西定远陶族王家印 白水的王子顺 暗塞的高银响 警戒的王左卦 公元1616年 汉南的王大梁 纷纷举其率重造反 崇祯二年 李自成在渔中发动兵炼 崇祯三年 张献忠在米之起义 农兵起义军 犹如辽元之火 由陕西向外蔓延 让谁去担当 剿灭农民军的任务呢 陕西三边总督之职 空缺数月 杨赫民危受命 他采用安抚政策 但收效甚微 且有农民军 玄祥玄叛反复无常 因此遭到朝廷大臣指责 杨赫请求辞职 但崇祯皇帝不许 崇祯四年 杨赫终因一个叛军的反复 而下了大狱 崇祯四年十一月 红城筹接任陕西三边总督 辩府围剿 大开杀戒 一时收到奇效 到四年年底 陕西全境基本党配 但是 零散的农民武装 向旁进各省一处 数万农民军渡过黄河 深入河南 湖广 四川等地 剿灭农民军的接力帮 传到了陈其渔手里 崇祯七年 陈其渔出任山 陕 玉 湖广 四川五省总督 最后竟在关键时刻 铸成大所 崇祯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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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其渔将败退的 李自成农民军 围困在车厢下 李自成走投无路 只好乍响 而陈其渔居然答应 李自成得以死理逃生 后来复判 崇祯地大怒 将陈其渔下狱 他是两种啊 一种就是在 已经在打的乱仗过程中间 有一个人打赢了 好 这就归你管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都不行了 派一个人去 派一个人去了 没两天 打败了就撤了 是吧 再换一个人去 你想一个官员 在位子上 走马灯一样 变了变去 他不可能有所作为 在崇祯的十七年当中 内阁成员先好有五十人之多 你想他们能够做成什么事 辽元烈火再次熊熊燃烧 农民军的再生力量 超乎了皇帝的预料 农民军愧违而出后 齐集河南境内 然后缤纷四项 威胁迅速升起 农军的围剿大军 还没来得及集结 一部分农民军便从河南 进入南直立奉阳府 崇祯八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 奉阳皇陵被毁 在崇祯皇帝的不知下 鸿城仇督角西北 卢相声督角西南 就在鸿城仇卢相声 围剿农民军稍有起色之时 辽东边士却再度告急 崇祯九年四月 满洲蒙古朱贝勒 汉军东元帅 总兵官及文武大臣 齐集圣经沈阳 举行隆重典礼 大清国正式成立 皇太极即位 他就是清太宗 崇祯九年六月底 清军从喜丰口南下 京师再次戒严 几天后 晚舟铁骑攻至北京皇陵 所在的天寿山 近地昌平 前锋到达西山 崇祯帝不得不调兵潜将 全力对付 卢相声调任宣大祖都 入位京师 农民军再次获得喘息的机会 崇祯帝所面临的那个外患 他在选择的时候 确实费了抽搐 仙安内还是仙壤外 这一点呢 在他的政治格局当中 实际上是一个 走钢丝的一个局面 当然明朝曾经几次 有彻底平复 国内农民起义的这样的机会 但是崇祯皇帝 低估了明朝政权的腐败程度 也就低估了农民 对于政府的仇恨和不满 也低估了农民起义的再生能力 果然 获得喘息的农民军又很快壮大 被推为闯王的李自成 继续在四川 甘肃 山西一带征战 崇祥十年三月 杨思昌向崇祥皇帝提出了一个 四正六余 十面张网 剿灭农民军的策略 这个策略首先限制了农民军的流动性 然后步步为营 各个击破 一经实施颇见成效 张献忠兵败降明 李自成在魏南遭遇红尘仇 孙传廷的埋伏被击溃 带着残部十七人躲进商洛山中 得此大劫 崇祯帝大喜过望 他特意赐书杨思昌 对他大加赞赏 颜眉金赞做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盈 一扫扣分从此尽还妻教养碎民生 意思是你杨思昌是个贤德的人才 在国家有难之际 你出兵镇压作乱的流寇 从此使国家安定 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危难之时得此良辰 无异于绝地逢生 崇祯帝似乎再一次看到了一线生机 然而 就在张县东兵败李自成退回陕西之际 辽东局势再度告急 崇祯十一年九月 清军入墙子里 继辽总督吴阿恒战死 京师戒严 危急情况下 崇祯皇帝又只得从农民军作战前线 调回红城筹 在崇祯紧急调遣的精锐部队保护下 北京安然无恙 然而清军铁骑却深入内地两千里 破城七十余座 纵横驰骋 如入无人之境 一番保略之后北归 因为他毕竟是个少数民 他才多少人呢 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么多人 他信心不足 所以呢 这个他们主要的 从蒙古那时候开始 那么到清朝清军 入关都是骚扰性 他还不以这个占领你的地方 扩大我的领土 还不以这个为目的 为什么会没有专心一致的去镇压农民起义 就是因为北方有一个干扰 他一旦有还手之力 他立刻就要面对北方的问题 他从来就把清军的敌队放在第一位 他并没有把李自成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但是不幸的是呢 当时的国内的矛盾已经如火如荼 无论黄太极当时是否有入住中原的野心 此次男亲却实实在在 让崇祯帝开始焦虑 时局似乎很难再发生逆转 他的两个心腹之患都已强大起来 噩耗接踵而至 崇祯十三年 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缴张献忠之际 进入河南 适逢河南大灾 李自成收留鸡民开仓放梁 提出君田免赴的口号 一时间远近鸡民一呼百应 唱着赢闯王不纳良的歌谣喝除而往 李自成步快速壮大 对明王朝威胁最大的一支农民军力量就此形成 崇祯十四年二月 张献忠攻下襄阳 将襄王朱一鸣和贵阳王朱长法等处死 杨思昌四正六余计划彻底破产 通年正月 李自成步也风生水起攻占洛阳 杀死狐王朱长荀 剁其肉与鹿肉相杂煮熟 称之为福禄宴 崇祯十四年三月 清军再次大兵押击 洪城仇全军覆没最终便捷 嵩山锦州相继陷落 塔山杏山失守 明朝丧失宁愿已被大片疆域 崇祯十六年一月 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 四月雷震奉仙殿受吻 五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 九月凤阳地震 十月十一日李自成占领西安 这一年京城还急病流行 死者枕疾 莫非天要亡我大名 江山破败 国之江青 作为君主竟以无能为力 崇祯帝怀骨思惊感慨万千 提笔抄露了唐代诗人 曾深的诗句 西元一路挂城头 克散江亭雨未休 君去城看粉水上 白云游四汉石秋 心怀中心之梦的崇祯帝 何尝不希望大明王朝 能无汉朝一般的强盛 然而此时他已无力回天 是这一步? 百云游四汉石秋 百云游四汉石枝